w Hi大家好 我是阿桑 今天呢 在手机裡面呢 有一個遊戲 叫做 生死格鬥 很多老玩家 應該都有看到這個 遊戲的廣告 也打得蠻大的 那就把它下載來玩一下看看 看看這個生死格鬥呢 到底在玩什麼 那玩起來呢 就是一直在觸碰 有點像RPG 那你就是只要負責點就好了 那你也不用真的打 你只要他叫你點 點這個出牌 你就出牌 他就會有進度動畫 然後自己會去打 你也不用在做什麼 真的要很認真的去格鬥或什麼 看看動畫 點點畫面 然後叫你升級你就升級 叫你點卡牌就點卡牌 反正手遊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人物是畫得不錯啦 以手機的畫面 然後你看這我把它 接出來錄起來的畫面 其實畫面很好 那玩起來就是 手機遊戲嘛 點點就好 不用很認真 那 大概這種遊戲就是這樣子 只要 任何的IP進入手機遊戲裡面 就會變成這種卡牌遊戲 就變成這種觸碰的 很簡單 容易上手 連洗遊戲 隨便打 隨便點 有點 有點 這不是業配啦 就是把它下載來玩玩看 試試看 然後小朋友玩 隨便玩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很想要玩格鬥遊戲的呢 在手機上玩 應該是不太行 畢竟手機的操控呢 就是觸碰 當然它也會進入一些動畫 那動畫 那動畫 就跟原來的那個 主機遊戲裡面的動畫 差不多 這起來也有 中文畫 畫質不錯啦 不過呢 我覺得最近呢 YouTube有點難看 想要隨便來發表一下 不管是電視難看還是 覺得 YouTube上的影片難看 其實都是因為 最近大家都在做一些 政治類的影片 電視上面 也是 然後YouTube上面也是 但只要做這些類型的呢 有關政治類型的呢 就很多人看 或是說 批評 政府啦 批評 通信店啦 批評什麼 只要這些議題 有爭議性的議題呢 就有人看 那也壓縮了 我們這些 真的很 認真愛好遊戲 把影片做出來 給大家分享的一些次數 我覺得這個亂象可能還要再到 半年後吧 就是要到選舉之後 看看 YouTube上面的影片會不會乾淨一點 不要老是一些這些這種 政治議題的題目 一些影片 看得很煩啊 各位煩不煩啊 是不是 看點有趣的嘛 遊戲已經夠少了 對不對 5月份沒什麼遊戲可以玩 6月還有一點點值得期待的 比如說 對不對 雪咒之城 人中之龍5 瑪利歐Maker 2 這些都是 有興趣的玩家 都可以去買的 對不對 對 玩一些新遊戲嘛 喔 要老是看一些那種政治議題 不痛不癢 看爽而已 跟人家在話修 誰當選 誰不選上 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你還不是得 工作上班 引錢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社長碎碎念 大概就這樣 你看這個遊戲 那麼的無聊 他還是那麼認真 做一些選單讓你按 對不對 往這些方向去發展 往工作 往興趣去發展 不要老看那些政治 的影片 對你沒有幫助的 只是爽 只是看起來爽而已 支持或不支持 就這些 看完之後 你什麼都沒得到 浪費你的時間 是不是 好 我們六月要開始 玩一些新遊戲了 看看 接下來可以玩些什麼 或是我們來拍一些什麼 變態影片 好 謝謝各位啦 掰掰囉